Hello 大家欢迎回来今天的视频 今天你看不到施语的脸 只有施语的声音 因为我想要带着你们一起来 archive一下Suku的眼影 我从去年节前限定开始入坑 到现在刚好一年的时间 已经买了13盘之多 而且中间我也有跳过一些盘子 可能有个四五个 还是买了13个 我感觉他们家上兴速度可见有多频繁 总之呢我们今天可以来把这13盘已有的 进行一个刷色派对 回顾每一盘我们画的装效 然后我们还可以彻底的剖析 从13盘建到我们新版Suku的种种 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按照时间顺序 我们从去年节前限定的两个开始看 108右月109东哪 108右月左上角跟右下角是闪片色 右下角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 Suku他们家深黑色里面却会加 五彩斑斓的细闪的一种 匠心独运 非常的惊艳当时用它 109东哪则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 Suku特殊的风格配色利益 整个充满着某些所谓的日系风格 因为你看像这样子的一个青灰色闪片 配以薰衣草紫色 再来了两个就是珊瑚跟暖棕色的配色 说实在的我可能当时看到 根本觉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这种风格的搭配 而这种色系出来在眼睛上 我还记得当时我画这个妆还搭配了一个 雨多甜光的音乐 一个蛇蝎美人日系风特别特别有感 当时我就第一次因为109吧 就坚定了觉得Suku是一个很特别的品牌 这个想法 2021年的圣诞限定110花雪剑 111月灰夜 这两盘又是再一次深刻的体现那种日系风格 特别是这个花雪剑 你们知道吗 当时我第一次用它是我圣诞节的时候 带着它去跟我朋友们山中小木屋去玩了三天 在一个漫天飞雪的季节 当你的鼻子两颊冻得通红 这个花雪剑的配色在眼睛上真的形成了超好的呼应 然后还有一种期待着接下来樱花盛开的季节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红粉盘 111月灰夜 又再一次又是一个其他牌子绝对做不出的一个配色 你看这个柚子橘色 配上这种灰色 甚至有点带绿色底调的几颗 那么在2021年买了这四盘之后 真的就是让我对Suku的印象非常好 因为我可以从这个牌子得到一些其他牌子 不会给到的概念 一种风格 然后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买起来 至少在这个点上就是非常享受的 然而刚刚沉浸在这种惊喜喜悦 坚定入坑的心情中 就迎来了我非常不喜欢的春季 春季限定有07红效 一个红盘 08丰富一个孔雀黄蓝盘 然后还有一个炒的比天价还高的112字 这三盘眼影都在我这里相当一般 特别是0708 你看这个配色故事本身可以说它很日本 也可以说它完全不日本 就乍一看你根本无法去给它定义它到底是个什么风格 而抛开风格不说 这本身这个牌面画出来的眼妆也非常的普通 比如说像是07红效 它连一个闪片色都没有 那我买苏库做什么呢 然后丰富嘛 虽然说它是这种所谓的孔雀 黄 然后还有蓝色 说实在的用一些 比如说我现在脑海里面就有VCR的一个彩盘 都可以轻松打造 所以它有日本风格吗 我真的不知道 112字 它之所以这么火 可能是因为里面有三颗闪片 的确很漂亮 但是说实在这个盘子单独成装的效果 我不特别满意的 最多把这些闪片拿去单用吧 搭配一下 我并不觉得它有多好看 也不懂为什么那么火热 可能是因为里面有三颗闪片 非常值得 来到今年夏天 我应该就是没有去买非常火红 发热的那两个盘子 看到沉碧跟薄膜的时候 稍微心动了 特别是沉碧 这么清爽的颜色还幻想着 它在我眼睛上会很漂亮 然而就是梦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这一盘其实也成了 我买苏库里面最不满意 我觉得可能是我画出来最难看的一盘 因为它实在是太低饱和 太发挥 在我的五官跟肤色上 就是不太好发挥 我觉得浅下型的人画这个会更好一些 而薄膜就不一样了 薄膜真的是一个 看上去 你看这个配色哪哪没见过 紫色也好 珊瑚也好 可是它整个搭配起来 瞬间让我整个人 气色就很特别 当然这两盘 我录的都是数版视频 那个妆效有限 看不到那种大屏幕的 但是你们也可以略知一二 我对薄膜的印象就非常的不错 在此期间我购入了常态里面的 零四跟零六 零四是纯符子 零六是深奏 这两个我都很满意的 就是纯符子 我本来以为 你知道粉盘 有点发红 可能不太适合我 但是我发现这个画出来之后 很显气色 很白 再加上如果我拿着一个 酒红色眼线压一压 整个就会很好看 我最喜欢的是纯符子 四颗颜色之间的配合度 特别是当我用了 胶懒的那个粉盘之后 我就有感受到 明显感受到 苏库 不管它盘面 就是整体效果 适不适合你这一个人 它颜色本人 是用心去思考过 这个色系的和谐度的 就绝对不会有那种 画出来两个颜色 撞在一起会死亡 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得 然后深奏是 可能是我苏库里面 前几个喜欢的 因为这种冷掉的烟熏 然后莫名给到一个 我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我这个人 可能真的是画冷盘比较合适 比如说109冬哪 然后这个深奏 等一下要介绍的 秋季的这个萧子 也算是一个冷盘 就比较适合我 深奏真的是很特别了 然后今年秋季的两盘 一共有四盘 我只买了两 里面的萧子 就是我刚刚说的 又是一个深冬人 会很喜欢的盘子 灰色 浅浅的蓝 浅浅的银白 加上一颗紫红 一个冷棕 我记得我画出来的感觉 配上一个紫色口红 非常复古的感觉 里面的这颗紫是很复古 但总体因为它这种冷色调呢 就使得我很喜欢 秋筹其实让我蛮惊喜的 我本来以为秋筹对我来说 过于的娇嫩 或者过于的浅 饱和度太低 但我个人觉得最妙的是 它里面绿色跟里面偏光 这种红绿的搭配 恰到好处 一点都不夸张 很和谐 然后画上它之后 真的会感觉到 你把秋天的落叶 放在眼睛上 然后像那天我搭配一个 同色系的嫩绿外套 你这个叶子从嫩绿 再到深秋的黄色 棕色 整个把四季变化都写出来 这一盘我也很喜欢 所以纵观了十三盘 手上有的 会觉得说苏库家 粉质分别有很明显的 这种稍微雾面一些的 纯粹的哑光 然后经常出现的是一个 摸起来像珍珠一样的断面 你不能说它是金属色 它是珠光色吧 所谓的 还有就是里面有各种 立体闪片的细闪 一般我看到盘面搭配 就是一颗细闪 两颗这个珍珠 珠光色跟一个浅雅光 但是比如说112字 就出现了三颗闪片色 然后橙壁里面 也有两颗闪片色 红效居然一个闪片色都没有 所以这个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 但是如果像红效里面 一颗苏库招牌的 清透闪片都没有 那我真的是 Tran Q 那么即将到达我家的 这个节前限定有118幻想页 红色跟芒果黄色的一个搭配 还有119冬夜光是一个冰蓝冰川 我记得在订这个盘子的时候 有去参加苏库 欧洲他们会给顾客一个免费的Zoom Meeting 然后告诉你他们每一次设计背后的概念 记得那个化妆师跟我们强调说这一次 想象着那种极光冰川蓝 然后你知道极光也会非常的绚烂 多彩 有那种红色黄色一个渐变的一个色谱的感觉 就是这两盘的一个灵感来源 这一次还出了两个液体的闪光笔 我应该有买里面冰蓝色的 感觉会把眼妆抬高一个层次 而前两天刚刚宣布的日本圣诞限定 120东墙威 这个曲名跟这个盘面会让人浮想连篇 觉得好像回到了旧版苏库的感觉 有没有 我以前在二手网站上搜的时候 就会觉得 怎么以前会有这种非常美粉的配色呢 但是这里面也会有珊瑚的一颗 所以我还在观望 121这个寒花像不像秋愁 有一些像 可是秋愁感觉肯定要稍微深沉一点 而这个有点那种圣诞的那个黄红色 然后相对状 怎么觉得这个盘子很适合春天呢 这两盘呢还没有正式宣布预定 所以我还继续的研究一下 不知道大家觉得想不想看 哦对 这次pre-holiday 我还加订了02号常态盘 羊香色 我也非常期待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归档 这些所有苏库的眼影的视频 不知道大家觉得好看吗 你们喜欢我这个背后的配音吗 也是不辜负我买的这个枪脉哦 我感觉它音质非常好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问我 祝你们度过愉快的一天 拜拜